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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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贵英挂帅的戏服 大唐贵妃的戏服 这都是梅宝九先生代表性剧目 梅宝九先生如同其父梅兰芳 爱好广泛 特别是新科技新技术 这些不仅仅对其爱好 对其艺术传承发展 特别是艺术思想和观念都有重要影响 此次展览可以让广大观众别开生面 一睹其真 活动的另一项重要内容 是举办梅宝九先生学术研讨会 邀请著名的专家学者 评论家 梅派传人 梅室宗亲等 就梅派艺术的传承发展 京剧之面向未来 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等话题 展开交流与对话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举办了 缅怀京剧表演艺术家 梅宝九先生 刘亚欣师生专场演出 刘亚欣出生于黎元世家 是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 京剧老师 于2011年9月 败在了梅宝九 江凤山先生的门下 此后 在北戏 在课堂 刘老师坚守在教学战线 为梅派艺术的传承 心情耕耘播种 做出了可喜的成绩 在当晚的演出中 刘亚欣为大家带来的是 梅派名段 贵妃这酒 和白蛇传祭塔 这出吉他 我更要着重的说呢 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教师工程 特意请我恩师梅宝九先生 来为我传承的这出戏 师父去年走了 现在可以说 我是抢救了师父的这出吉他 今天呢 也可以说是吉他 即恩师 近日 一场别有特色的 庄护剧团展演活动 在山东省龙口市热闹开场 演出现场 共有29家庄护剧团 荣获了2016年度 龙口市优秀庄护剧团称号 山东省及烟台市的 有关领导和部门 还为两家新命名的 庄护剧团 及四家新挂牌的 戏民俱乐部 进行了授牌 当天演出中 除了山东代表性的 剧种旅剧之外 还有京剧快板等 内容丰富的节目 参加展演的 全部都是来自 庄护剧团的业余演员 他们怀着对戏曲的热爱 自发组织了戏民俱乐部 并在社会人士热心的资助下 逐步发展成为 能演大戏的庄护剧团 就我们这一个坛的话 小戏截止戏加起来 大概就是三十多块 后期我们发展到演大戏 那么在农村演曲的时候 谁受广大群众的欢迎 我们每一场演曲 到一个村庄 最少不低于一千多个人 他们尽管目前能排起大戏 但是呢 作为我们封管这一项的工作 我们就觉得 我们的担子很重 为什么很重呢 因为接下来他们该怎样走 光是排古装戏还是现代戏 这里头还牵着了有好多好多的 就目标不明确 那么我们就得加以引导 那么加以引导的同时呢 我们就请了一些专家来给我们指引方向 也就产生了这一次的研讨会 为了更好的发展龙口地区的文艺视野 引导业余剧团良性生长 龙口市委宣传部和市文广新局 还牵头开展了龙口市装库剧团研讨会 邀请了山东省烟台市的相关领导 专业院团负责人及老艺术家等 为龙口市的基层文艺队伍发展 指导方向和建议 我们的工作职责就是奉管群众文化 最基层的群众文化 那么这些年呢 我们一直在着力地抓的就是装户剧团 在12年呢 13年呢 我们搞了首届的龙口市戏剧大赛 那在那次大赛上 我们共有15个镇街区嘛 15台大戏全部到位了 反响特别好 老百姓也特别拥护 那么鉴于这个情况呢 我们这几年对装户剧团抓得非常的紧 而且从这个业务水平上 让他们多与专业剧团接轨 近年来 龙口市委宣传部和文广新局 在引导扶持当地的业余戏剧团体方面 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使得基层文艺队伍发展迅速 通过此次展演活动 既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 也为龙口市的广大西迷票友 提供了一个展示和交流记忆的平台 为龙口市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 做出了积极贡献 月前由中国戏剧学院杜鹏教授 领衔主演的传统京剧四进式 石老安流 在北京长安大戏院隆重上演 吸引了不少观众前往观看 这两个剧目确实是马派的代表作 通过这两场演出 继续为广大的观众汇报 我这几年学习马派的一个成果 杜鹏现为中国戏曲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 自2011年败在张学金先生门下后 潜心学习马派艺术 据杜鹏介绍 举办此次活动也是为了纪念恩师张学金先生 张学金先生是京剧马派的优秀传人 也是京剧艺术大师张军秋先生的长子 生前为北京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 传统京剧四进式又称结义联名 是一出传统的经典剧目 该剧人物性格鲜明生动 表演上着重面白和做工 同时也留下了经典唱段 《石老安流》讲述的是发生在汉代的故事 是由监九令 道宗圈 怀和营等京剧传统剧目组成 通常只演出其中一段或者几段 此次杜鹏领衔演出的是全本的石老安流 本次演出除了杜鹏担当主演 中国戏曲学院京剧系主任舒童等人参演外 还邀请了当今京剧界张派艺术领军人物 北京京剧院一团团长王荣荣女士 以及北京京剧院优秀花莲演员陈俊杰 宋浩宇 刘明哲等优秀演员加盟参演 我们全体演制员大家都特别的敬佩 崇拜学京老师 不光是要继承他舞台上的艺术 更重要的也是向他学习 对待艺术的这种敬业精神 据杜鹏透露 这样的展演往后还会继续坚持 逐渐形成一个教学剧目展演的机制 为传承京剧马派艺术做出不懈努力 近日在苏州市举办了中国平坦网 创办17周年座谈会 座谈会上 与会的专家回顾了中国平坦网 17年来获得的成绩 并且指出了现在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展望了今后的工作 成立于2000年的中国平坦网 坚持致力于平坦艺术的传承与传播 获得了广大平坦爱好者的认可 17年前互联网 那个比较兴起的时候 我们有10个爱好者 他们倡议成立了一个中国平坦网 一些海外的 外地的 甚至一些高层的中央领导 什么教授啊 他们要了解我们的 苏州的传统文化 了解苏州的平坦艺术 绝大部分都是通过中国平坦网上点去了解的 参加座谈会的艺术家 在会后为群众举办了一场 亲五一度假节的惠民演出 北京京剧院1979年创牌的三打陶三春 剧本出自著名剧作家吴祖光之首 这是一出喜剧 而且是一出打出来的喜剧 三打陶三春的分别是高怀德 高怀亮和郑子明 由于既不如人 打人的变成了被打的 三英战不过陶三春 可见他身上的功夫是如何的了得 轻衣花旦兼刀马旦 这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角色 在三十余年的流星岁月中 这出戏演出了四百多场 并于1983年被拍成了彩色戏曲电影片 1985年 1988年 走出国门 出访英国 澳大利亚 得到了国外观众的高度评价 被誉为中国的迅寒纪 二十人 三打陶三春 讲述的是五代时期 郑恩范游时 因偷瓜被看守瓜园的陶三春暴打 赵匡胤从中调停 让两人定下婚姻之约 若干年后 随着赵恩的把兄弟柴戎 成为后州的国君 郑恩被封为北平王 赵匡胤救世重提 派人迎接陶三春进京 郑恩畏惧陶三春 赵匡胤变出主意 让万里侯高怀德冒充响马 拦截陶三春 杀杀他的气焰 谁料陶三春武艺过人 不仅打败了高怀德高怀亮 洞房之夜 他硬是把郑恩揍得跪地求饶 郑恩从此不敢欺辱妻子 夫妻恩爱 承择枉搞高怀亮 Section 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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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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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三春 花旦刀马旦的特点 要求演员文武兼备 当年王玉珍圆满地完成了这一挑战 三打陶三春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 2009年三打陶三春荣获文化部 优秀保留剧目大奖 可见其艺术魅力之卷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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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儿殿 令人捧腹的剧情 火爆炽烈地打斗 敬请关注中国电影资料馆 5月9日放映的京剧电影 三打陶三春 2月4日就好 2月一回 2月4日稼 spaceshi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